大家好 连续下了几天的雨 今天太阳出来了 赶紧把这些蝴蝶兰搬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录一个视频 现在呢是南半球的秋季 现在我在开花的蝴蝶兰呢 基本上都是下花的品种 一些原生的品种 这颗呢就是粉色的贝丽娜 这边也有一颗贝丽娜 这个贝丽娜呢 是我在两年以前买的小苗 是那种五厘米小盆的小苗 然后养大开花的 当时买了四颗 四颗都已经长大开花了 看这个叶子也是相当大了 波浪状的大叶子 非常的油亮 非常喜欢这种大叶子的 而且香味非常的好闻 几个月前我也拍过它的视频 看这个花期也是特别的长 它单独画的花期大概是三周左右 但是呢 它在头部不断的续花 这里面还有花苞 长完一个花苞 再出来一个花苞 这颗呢也是同样的品种 后面有一颗这个花 特别特别小 相比起来 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了 这颗呢就是原生品种 鲜花蝴蝶兰 这个名字是在这里 鲜花蝴蝶兰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收集原生品种的话 可以买一颗 试试 种起来也挺好玩的 但是呢 观赏性确实不高 因为平常放在那几乎看不到这个小花 而且花的单朵的花期特别短 只是一周左右 单朵花一周 然后呢 它顶多同时四朵花在同时开放 所以几乎看不到它 这个也是开了好久好久了 看 从这里开第一朵花 已经连续开了好几个月了 一边开一边落一边续花 头部还有很多的花苞 目前这个有两个花质 我还有另外一颗是浅颜色的 那一颗呢 也在开 没给拿出来看了 花也很少 这一颗我挺喜欢这个花色的 这个花色我觉得在蝴蝶兰中 还是挺难见的 这颗是荧光 indigo和颠西蝴蝶兰的杂交 它这个花形还有颜色继承了颠西 这个香味继承了荧光 所以这颗特别香 超级喜欢这个颜色的 目前是种在了桃栗里 桃栗水培 但我发现 我有几颗吧 种在桃栗里 之前也给大家做过视频 怎样用桃栗去种蓝花 但我发现桃栗种的没有用树皮种的 长的花多 我感觉桃栗种的这个营养 还不如树皮的好 所以这一颗呢 不如以前花开的多 所以以后呢 我会可能逐渐淘汰这个桃栗了 还是转成传统的种植 桃栗种植或者是水培种植 我觉得都不是传统的 它适合它自然生长的一种方式 也能种的好 但是开花效果也许不如正常种的效果好 这颗是荧光苏门达拉 这个形相当漂亮 颜色也相当粉嫩 非常好看 荧光是我所有蝴蝶兰中颜色 还有这个香味最浓的一个 这是英文名字 这颗呢也是小苗带大 新长的小叶子 嫩绿嫩绿的 太可爱了 梅花的时候看叶子也是相当舒服的 那旁边呢还是一颗荧光 这颗呢就是大的蜘蛛了 这颗也之前也给大家看过好几遍了 这是它在我这里第二年开花 去年的时候呢 开了大概十朵吧 今年比去年要多 不断的在续花长花苞 已经开了十几朵了 它最多的时候能同时看见七朵 目前呢 等到这个花苞打开 我估计能同时看到这个六朵花在开 香味真的是太浓了 太喜欢了 这颗也是苏门达蜡 就这一颗和这一颗 它的名字是一样的 但是你细看这个花瓣 花纹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这颗细条纹不太明显 这颗花瓣上的树条纹就比较明显 特别香啊 太喜欢了 这个颜色也特别的鲜嫩 还有这个叶子 全是波浪状的 太可爱了 就是这颗兰花在兰鞋获奖 就是新手组的第一名 拿过去两次 两次都得奖了 这颗呢 是几乎的蓝 这颗呢 已经开得差不多 开败了 最旺盛的时候 大概是一百多朵吧 没有仔细数过 特别多的花 现在已经掉得差不多了 我没有简化感 因为还是想能不能长出高芽 像这个 头部已经粘掉了 这个就没有机会长高芽了 但是其他 还有五个分叉 五个画质 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会等它自己落 然后看能不能长高芽 旁边这颗呢 是一颗朵莉兰 这很像朵莉兰蓝猫 我查了一下 好像蓝猫是带香味的 是吧 我感觉蓝猫可能就是从这个 和这个荧光杂交而来的 这颗是没有香味 这是原生的朵莉兰 花朵不大 但是这个花瓣的这个颜色 还有这个花纹相当美 朵莉兰呢 是需要给的光照高一些的 正常的话 这个花感会长得很长 但我在我这里呢 可能光照不够 它的花感都不长 两个花感 但比去年有进步了 去年就一个花感 花没有这么多 很喜欢很喜欢 朵莉兰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你看不断的长侧芽 我记得我买来的时候 有三四个侧芽吧 现在是好像是五六个 朵莉兰的特点呢 就是能长成一大丛 不断的长侧芽 所以期望呢 过两年能长得更多 到时候就可以分盆了 这颗呢是 EQ杂交的 EQ和颠西的杂交 也可以看得出 这个长成一串花 还有这个 投过不断的续花 这个继承了 EQ的一个特点 它这个花形呢 稍微有一点 颠西蝴蝶兰的这个特点 非常美 如果带香味就更好了 但是它没有香味 那这个颜色是相当美 相当喜欢 花也很多的 比去年的花要多 这一朵呢 是上周在兰展买的朵莉兰 可以看到 跟蓝色的那个笔 很像 蓝色的 这个花瓣上面也有这种 蓝色的边 它这个也有 这个也很喜欢 非常开心能买到这颗 好 这些呢 就是我正在开的蝴蝶兰 其他一些商品蝴蝶兰呢 还正在长花芽中 好多的商品蝴蝶兰 已经冒花见了 商品蝴蝶兰呢 大概现在冒花见 然后呢 在春天开放 像这些夏花品种 原生的品种 一般都是在夏天开放 一直开到秋天 如果你只想拥有蝴蝶兰 而且想让它一年四季 都有花看的话 那么就 买一些夏花品种 买一些原生的 夏花品种 再买一些商品蓝 这样一年四季 都有花看 旁边还有一些其他的蓝花也要开了 这是大花蝴蓝 这棵也很香 一共五个花见 这边是紫香蓝 非常香 这棵也是新买的 还有很多的这个香水迷你 文新兰都在长花见了 所以下几个月就是文新兰的天下 这全是花见 花苞 这一棵呢 是刚刚开不久 相当艳丽的文新兰 大花的 太喜欢了 这棵买了不久吧 几个月 就长花见了 这棵开得正旺 这是 Sweet Baby 巧克力文新兰的一种 这个颜色真 太喜欢了 它和Sherry Baby是很香很香的 还有这一棵 金黄色的金灿灿的 超级漂亮 这棵 非常开心 今年能看到花 看到它开花 因为这一棵呢 是从小苗养过来的 几乎养了两年多才开花 还有这棵大的 红色的 非常灿烂的文新兰 文新兰 想要你的阳台 开得漂亮 那么文新兰也是必不可少的 文新兰的选择也特别特别的多 有大花的小花的 各种颜色都有 还有这边 这一棵Sherry Baby 巧克力文新兰也是相当的期待 现在有五个花枝 有两个花枝已经开始长花苞了 还有三个花枝 正在长高 还没有看到花苞 这还有 这两串就要开了 好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